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网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集合与范形 什么意思 两个概念 第一是集合 第二个是范形 我给您解释一下 什么叫集合 集合您把它理解为就是一堆数据 这堆数据都在这了 为什么呢 集合着呢 所以它叫集合 范形呢 是说 刚才那堆数据 它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数值型 字符型 对象型 都可以啊 这个类型是由范形决定 但是数据结构操作方法 数据结构的特性是由集合决定 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啊 但是呢 这两个概念呢 一般都是同时出现 同时使用 所以今天呢 咱们把这两概念放到一起来讲啊 好 我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啊 有两个 一个呢 是list 一个是arelist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 这两个集合对象的使用方法 首先说list list 什么意思 英文就是列表嘛 它是一组数据的列表 那么是一组什么样数据的列表呢 是后面这个监管号里面决定 它可以是一组数值类型的列表 可以是一组strain类型列表 也可以是一组对象类型的列表 都可以啊 甚至说是一组列表类型的列表 都没有问题 下面这个arelist 什么意思 是为刚才的list的这个对象 再附上一个这个数组的属性 数组什么属性 有序嘛 数组是从零开始 下标从零开始的有序的数列 叫做数组 那换句话说arelist 就说明这是一个有前后顺序的列表 好 一会咱们看一下实际的代码啊 咱们先看一下概念 集合 集合呢 它是与数组类似的数据结构 但集合呢 更加的容易操作 也支持更多的算法 排序 插入 删除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范形呢 范形可以让集合更加的高效 同时支持更多的数据类型 我记得在Java的早期版本啊 是只有list 只有list 没有后面的范形的 那那个时候咱们使用该怎么使用 因为那个时候啊 所有的范形的类型都是object 那咱们还得需要再解析对象类型 还需要转换才能够使用 非常麻烦啊 所以说当今时代真的是编码太简单了 好 那咱俩看啊 看一下今天的代码哦 今天呢 就是一个文件 main.java 首先说 咱们一上来 先import 今天咱们要用的这两个数据结构 list irelist 然后呢 咱们在这地方注意看 我首先声明了两个集合 集合变量 一个是list一 一个是list二 它们呢 都是 注意看 都是字符型的list 或者叫做字符型的列表 不同在后面啊 一个是new irelist 但是呢 我加上了一个范形 加上一个数据类型 第二行没加 为什么我写两行 首先说 这两行的效果是完全的一样 那为什么写两行 就是您看到这两行的区别啊 区别就在于 我后面这个new的时候是不是指定类型 为什么第二行不用指定也行 因为前面已经指定了 所以后面不用再指定了 因为后面他就知道了 肯定是字符型数组了嘛 为什么我第一行要指定 第一行指定是因为增加代码的可读性 我推荐您使用指定的这种方法写啊 你说我不指定 没问题 为什么 但我读代码读到这时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什么类型的数组 我还得往前看对不对 但是您用第一种写法呢 你就不用往前看了啊 这是一个数值型的 OK 我知道了 根据您的使用习惯啊 反正我推荐您使用上面那种啊 好 接下来咱们还定一个 大家注意看 还定一个数值型的list 然后呢 也是new了一个有顺序的列表 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两个对象分别传给两个 作为这个参数啊 传到两个参数的函数里面去 咱们再看看这两个函数的写法啊 哎 怎么办啊 其实不难 咱们先说这个runs 为什么叫runs 下来就叫runi s呢 是这个strin这个缩写啊 这i是这个integr的缩写啊 换句话说 这个runs接收的是一个strin类型的list对象 runi呢 是接收一个int类型的list对象 就这种区别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两个函数里面分别 大家注意看 为集合增加一些个数据 点i的就是增加数据嘛 对不对 同时这个runi呢 也是为集合增加数值型数据 这为什么是数值 这为什么是字符 哎 对吧 这是泛型决定的嘛 这两个地方 然后咱们增加完数据之后 用java最新的缩循环的写法进行输出 把把把把把 把集合内容都打出来 同样下面也是int都打出来 哎 就是今天咱们的非常简单的代码啊 虽然简单 但是您会看到基本的集合和泛型的使用方法 为什么 因为在咱们实际编码过程中 这个的集合 泛型的使用是非常非常的常见 几乎每天编码都要用到 所以说呢 我把它单独做任意课程给您讲解啊 好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代码啊 我这开了Intelligent 对不对 好 那咱们试一下 我把代码考过来 咱们先考import部分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考主体函数部分 问 大家注意看 问个问题啊 为什么这两行是红的 对 这两行是我还没定义呢 对不对 换套是我还没拷贝呢 对不对 现在拷贝啊 够 要不是因为有这个VSU就扣的 简直我现在就离不开这Intelligent了啊 好 那咱们我看啊 现在应该是哪都不红了吧 没错了 咱们运行 运行结果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 我这有一个RUNS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RUNS里面 增加三个球员 库里 哈登 勒布朗 然后呢 在控制台中会输出 所以说咱们第一个输出内容是RUNS里面的三个球员的名称 名字 后面这个RUNI呢 是输出三个数字 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两个函数的意义啊 好 咱们试试啊 Go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大家请看 前三行是三个球员 后三行呢 是三个数字 非常简单嘛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简单 最最简单的集合以及范形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理解了没有啊 真的是很简单 而且真的是很常用 真的是很重要啊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Java的课程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哦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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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